这台车厅在车口 整个地团的时候是油到很厉害 连车口里面的东西有油到准备了 出来的电视和空气清准备 有油到准备了 在车厅的早上1.11分 发生雷市委员5.5的地团 全台湾都有感觉油 最大震度的话 在花莲新秀的影响 以及花莲所有造成刺激的震度 这个地震它主要还是 0403的一个余震的序列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位置 发生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从0403规模7.2的余震序列 这样子一路发展下来 其实也逐渐的在虚拟平淡的地上当中 这台湾是震度13.1公里 各地上大震度在花莲少年 及花莲市的四季 新北苗列与桃楼楼三季 蒋华 婚林 嘉宜 这些温暖都有感受到 自己的地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 我们从0403发展出来的 一个雨震的分布 每个圆圈都代表一个地震 我们可以看到在规模5.0以上的 我们特别把它标注出来 用其他颜色标注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分布 其实都还是在落在它的 一个雨震的一个分布范围里面 那今天的规模6.0 5.5的地震能够 发生在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块的这个位置 气象室 台湾庄室 分析说这也是四月 柴山的台湾月 未来一个月 也不拜登有5.9 5.5 以上规模的台湾发生 台湾庄室最好相关的准备 并且新闻综合不得